今次疫情下,馬來西亞三年 本來我打算回來就是過年十天 誰不知整個疫情 令到停留在馬來西亞三年 三年亦認識了很多馬來西亞不同的東西 包括農業的東西、人生的東西 記得兩年前有個朋友邀請我去慈善晚宴 我又不知是甚麼來的 去到的時間就看到台上有些小朋友 又咬手又甚麼 看到很深呼吸 後來再來才知道 原來這些小朋友是因為腦部有問題 所以是一個腦殘的疾病 更加重要呢 這些小朋友是被一個機構修養 這個機構就叫做大馬大愛 其實腦殘是一個長期的疾病 這個長期的疾病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 聽說他們現在養六十幾個小朋友 這個負擔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為甚麼我這次願意協助大馬大愛去籌款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希望錢我們沒有了 但是我們都有一些公眾的渠道 可以幫他推廣一下 幫他整個大馬大愛的訊息向社會推廣 希望這些有問題而同的 這些老殘而同的父母 不要把責任就這樣砍給大馬大愛 你可以把小朋友來這裡看 但是不要把責任砍給大馬大愛 因為每一個小朋友 每一個人不單止小朋友 都是需要愛 因為只有父母的愛才是最珍貴